整段只不過是說,生前就要給,如果有一個人送一份禮物給你,那份禮物就叫做doner,就是送東西的人,是送東西的人負責給稅的。 在美國每年送一萬一千元以下就不用打稅了,如果有一個人送八千元給你,你不用打稅嗎?不用。他送五千元呢?不用。他送一千元呢?不用。一元呢?不用。聽著,如果他送一萬二千元呢?要。就要了,一萬二千元就不用說了?要。 因為我看到那些死人是這樣的,不給子女。這個就是生前的。他打一萬二千元,減一萬一千元,只是打一千元稅而已。 打一千元稅而已。打一千元稅而已。因為一萬一是他最基本,一定可以不用打,他凸出來的要打。死後,這兩個都是聯邦的。 聯邦那裡呢?如果死了之後呢?他是要打稅的。他呢?現在呢?我們呢?在二零一零年那時候呢?是有一百萬呢?是可以不用打稅的。 即是說,如果有一個人去留下九十萬給你,是遺產來的。遺產。那你需不需要打稅呢?九十萬。 不用打稅?是的,不用了。如果八十萬,需不需要? 九十萬就不用了。超過那個要多少?超過多少錢?十萬。是的。 對,不用了。